天津奔海新区一个危险品仓库 昨晚发生连环爆炸 威力相当于21吨黄色炸药 事故死亡人数增加到44人 包括12个殉职消防员 另外有520人送院治理 其中66人重伤 由于现场的危险品类型 数量及位置不明 一度要暂缓灭火 消防争取在天黑之前 完成灭火及搜救工作 陈翠婷报道 爆炸巨响滑破天津港的长空 不少居民在睡梦中震醒 看到眼前的景象都吓一跳 爆炸威力强大 但没有出巨型火球 撞至蘑菇云的浓烟冲上半空 有人以为是地震 有人以为是凶杂 火光在远处都可以看到 附近马路的隔音屏被炸毁 大量建筑物损毁 甚至引发油站爆炸 在现场300米外发现多具尸体部分烧照 事发在星期三晚 天津滨海新区国际物流中心 一个危险品仓库 连环发生爆炸 第一次是在11点34分 爆炸威力相当于3吨黄色炸药 大约30秒后发生一次更大的爆炸 威力相当于21吨黄色炸药 接近2.9级地震 远至几十公里外的河北多地都有震感 由闭路电视拍到爆炸一刻 一个男人站在大门而遭殃 大批伤者分别送到多间医院 当中包括两个南韩人 多数都是烧伤或被玻璃割伤 伤者数目太多 急症室都逼满人 有工人就抑述恐怖经历 当局派出过千个消防员破旧 北京更派出两架无人机增援 但火势非常猛烈 现场又储存了大量危险化学品 旧火期间再发生爆炸 多个消防员殉职或失去联络 多架消防车都遭炸毁 在火场外一公里左右 一个有四五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车场 想千架新车消净个车架 玻璃散落一地 爆炸后二千多会要疏散 事发后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总理李克强分别作出指示 要求天津市全力救治伤者 首救失踪人员 尽快控制火势和查明事故原因 追究责任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昇坤 已经率领国务院工作组 到现场指导救援和应急工作 NOWTV记者陈俊婷报道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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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